基辅4月28号消息 周五早晨 当人们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俄罗斯向乌克兰各地城市投掷导弹 这是在近两个月以来的首次大规模空袭 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 清晨的袭击发生在基辅准备发动反攻 以夺回俄罗斯占领的领土之际 在中部城市乌曼 消防员在一栋高层被烧毁的住宅楼中 与熊熊大火搏斗 地区长官赫伊尔塔布雷兹说 至少有10人丧生 其中包括两名儿童 9人被送往医院 救援人员爬过一大堆冒烟的瓦砾 用担架抬出一个个裹尸袋 一名戴着口罩的成年男子 看着他哭了起来 一名妇女前来安慰他 公寓楼的一位居民 在救援人员挖掘废墟时说 起初窗户被炸飞 然后发生爆炸 东西都飞出去了 他说出了阿尔加的名字 在东南部城市蒂涅伯罗 一枚导弹击中了一所房屋 炸死了一名两岁的儿童 和一名31岁的妇女 地方长官说 三个人在袭击中受伤 乌克兰军方表示 他击落了俄罗斯发射的 23枚巡航导弹中的21枚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 电报中写道 俄罗斯的这种恐怖行为 必须得到乌克兰和世界的公正回应 他会的 旁边还有残骸的图片 目前尚不清楚 俄罗斯在周五的袭击中的目标是什么 尽管他在整个冬季经常袭击 民用基础设施 尤其是能源设施 从去年年底开始 俄罗斯大约每周发动一次此类袭击 但随着冬季结束 袭击逐渐减少 俄罗斯已经用尽其大部分远程导弹武库 未能成功的毁掉乌克兰的城市 莫斯科表示 他并非故意以平民为目标 但其空袭和炮击已造成乌克兰各地数千人死亡 并摧毁了城镇 基辅表示对远离前线的城市发动袭击 除了恐吓和伤害平民以外 没有任何军事目的 这是一种战争罪